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附近的初中门口有间文具店 老板娘是个十分温柔的中年女人 其实理论上像我这种推崇无纸化的社畜 是几乎没有机会光临文具店的 只是她家还兼职卖早餐 为了那口热腾腾的小笼包 我便日日成了这家文具店的时刻 由于去的时间交完 常常是学生们已经上了学 我才悠哉悠哉的去到店门口 久而久之 老板娘也知道有个顾客 会在早晨八点半准时到来 点一份小笼包和热豆浆 之所以能让我这种死宅 努力在早晨起床 去吃一口早餐 除了她家的小笼包 确实诱人以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 老板娘实在是太过温柔 她总是带着那种如三月春风的笑 仿佛从没被琐碎生活压垮过的模样 这让我十分羡慕 直到有一天 我实在忍不住 对擦着桌子的老板娘感慨道 感觉您好热爱生活 好幸福的样子 她坐到我对面 大地是这个时间没有太多的事情 给我讲了关于她的故事 林小珍读初中那会儿 别说智能手机 在那个小镇上拥有一个滑盖机 都是十分稀罕的事 他们家穷 父母都在别人家的果园做工 一家兄弟姊妹三个人 排行老二的林小珍 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 小珍很小 甚至不能说得上是一个镇 后来林小珍去了大城市 学了一个词 终于知道如何确切地形容 她出生长大的地方 城乡结合部 林小珍一家住在小珍的一家胡同里 胡同里没几户人家 同他们呢 没太大的差别 唯独胡同最西边那户人家 住的是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子 叫陈磊 陈磊比林小珍大三岁 他年纪小那会儿 他妈就跟着人跑了 剩下一个不着家的爹 林小珍上回听到 关于陈磊他爸的消息 是他爸在附近一个工地上 和一个寡妇 做工地夫妻 林小珍父母 讲到这件事时 十分有默契地 嫌弃别嘴 说了句 丢人显眼 虽然是一条胡同长大的邻居 但林小珍从没和陈磊说过话 陈磊在小镇里 是小有名气的混混 虽说是靠着亲戚接济 在上高中 早晨却是在学校睡觉 下午街头打架 晚些周边的初中小学放学了 他和一般小弟们 可能就蹲着学生 或者小范儿 收保护费了 林小珍 是有些怕他的 因为除去这些 累累混账行为之外呢 陈磊总是阴着一张脸 这才是神人的地方 林小珍妈妈 看着不学无术的陈磊 站在街头 一帮混混 倚着墙壁抽烟 猝了一口 鄙夷的 暗暗说道 这种混混 迟早得去吃牢饭 谁也没想到 这后来啊 发生了一些事情啊 真的是一语成戳了 没过两年 陈磊真捅了人 也接了耗子 当然那是后话了 林小珍和陈磊 第一次有交流 是他在初二的一个冬天 他仍然记得 那年的冬天格外的冷 天冷的格外的早 他放了学 赶紧赶忙的 要回家做饭 生怕晚些会挨父亲的打 于是走了平时 并不走的一条小道 小胡同没有路灯 天渐渐黑了下来 他忽而就听到了 后边微弱的脚步声 林小珍偷偷侧着回头 后头跟了两个男人 天色有些暗 看不出年龄 但他加快了脚步时 后头那两个男人 也加快了脚步 他心慌得不行 脚下速度越来越快 却觉得后头的人 愈发逼近 眼泪已经溢到了眼眶 他闯出这条小胡同 但前方仍然是 勾勾倒倒的小路 早该走大道的 他有些绝望的想 隔壁小胡同 有轻微的说话声 后头的两个男人 越发接近 林小珍瞄了隔壁 那条小胡同 看到了那群 倚着墙壁抽烟的 不良少年中 有一个瘦削的身影 这时呢 也顾不上什么了 方才跟在他身后的 两个男人 终于露了脸 满是冲着他来的表情 林小珍吓得腿软 只能站在原地 用尽力气喊了一句 陈磊哥救命 那头的青年呢 掐灭了手上的烟 没有细想这个邻居家的小姑娘 怎么会冲着他一个会会 喊救命 但到底是冲了出来 给了其中一个男人 重重于钱说 这是我妹妹 你们也敢跟 实在是人作势众 虽然两个男人 有些愤满 但到底看着那头 陈磊的一群兄弟们 骂骂咧咧的走了 林小珍仍然很少 跟陈磊说话 他们俩的关系 一如既往的像陌生人 除了每到黄昏放学时 那条小胡同 总是会有抽着烟的 小刺头们在那 也不知是不是变成了 他们这群 社会青年的狙击地 也不知是不是成了 陈磊和林小珍之间 不可言说的默契 抽烟的小青年们 从来都不对 林小珍吹着口哨 他路过时 很偶尔的 会有人和他打个招呼 而人群中的陈磊 总是沉默着 仿佛每到小镇初中 放学的时候 让小弟们 寄居在这条小胡同的人 不是他 往后的两年 再也没有人 在傍晚时分 鬼鬼祟祟地 跟在林小珍后头 和陈磊再次 有言语交流 是在林小珍初二 快结束时 夏季的闷热 笼罩着小镇 即便是夏日傍晚 亮堂堂的天空下 陈磊仍旧是 雷打不动地 坚守在那条小胡同 林小珍路过时 就发觉了异样 他安静地走过 最后又折返回来 有些不自在地 问那群抽烟的男孩子 陈磊哥呢 他一眼就看出了 人群中没有陈磊 一个男孩子想了想 估计有点中暑 今天上了一节课 就翘课回去睡觉了 林小珍嗷了一声 也就回了家煮饭洗衣 待到晚间九点时 他还是觉得 有些放心不下 毕竟陈磊 爹不疼娘不爱的 生了病也没人管 待会儿 睡死在屋里 也没人知道 他揣着两个鸡蛋 投流出了门 胡同最西边的那间屋子 甚至都没上锁 他本想翘个门 却是一碰门就开了 他和坐在房门正对面床上 正看小人书的陈磊 面面相见 好像都挺尴尬的 两久还是林小珍 打破了这场沉默 那个 你中暑好些了吗 男孩子仍就是不说话 点点头 他有些局促地问 你吃饭了吗 男孩子又摇摇头 林小珍叹了口气 看了看几乎算得上 家徒四壁的屋子 只看得到墙角的翻背面 他就不该对一个男孩子家 有什么食材抱有一点期待 翻背面磕上两个鸡蛋 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一顿晚饭 却抚慰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莫名其妙的感情开始了 从那天起 每每放学路过那条胡同时 林小珍不再十分局促地 眼不斜视地走过去 而是和少年在一起站一会儿 他摸摸她的头 牵着手走一小段路 林小珍初中毕业时没有中考 她成绩虽然不错 但像小珍的很多女孩一样 她们都不再有机会上学 同班的女孩子 大多去周围一个小城市里 做纺织女工 或者其他服务员的工作 林小珍有些迷茫 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要做什么 当然在她还没有想好 也没有和父母商量时 就被父母通知 她要嫁人了 亲家是隔壁小珍的一户人家 大儿子今年三十岁 一直没有成亲 没人说那个男人什么都挺好 就是前些年外出做工 耽误了结婚年龄 那户人家也给出了 令人瞅目结舌的彩礼价格 那个高价格 让林小珍父母没法不动心 这个消息如同五雷轰顶 林小珍并不愿意嫁给一个 甚至不知道长什么样的男人 或者说她心理上 除了父母看不上的陈磊 根本不喜欢任何人 不值钱的眼泪落下来 她甚至跪在地上 恳求母亲 妈 我可以去打工赚钱给你们的 我不想嫁给她 母亲别过脸不看她 打工能赚多少钱 你大哥要结婚了 咱家缺钱 父亲纷纷地 养你这个赔钱货 这么多年 你大哥要结婚 你小弟还得读书 你懂事一点 打工的杯水车薪 相比彩礼而言 能一次性拿到手的彩礼这么多 才是更为稳妥诱人的 长辈们拿着所谓的 父母之命媒妇之言 教育林小珍 她被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 有些绝望 镇上不是没有过 抗婚逃跑的女孩子 所以长辈们对此是一防再防 林小珍被扣住身份证 被看得死死的 连离开自己的小屋子一步都不行 唯一的光来源于屋子 那扇钉了栏杆的小窗户 想跑也没办法跑 她像是被扣在笼中的动物 等待行刑日的到来 陈磊就在某个夜晚 在窗外低声唤她的名字 林小珍对着那扇窗户 在月光照耀下泪流满面 陈磊也是满脸是泪 她从窗户的缝隙里 伸手去摸林小珍的头 安慰她道 没事的 我会救你出去的 但一直到林小珍嫁人那天 她也没来救她 她不是王子 她也不是公主 她没法乘着巨龙掠过所有敌人 去城堡里将公主带出 回到她的王国 从此平安喜乐 他们只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 无力面对生活的年轻人 没有人告诉林小珍 没人没有告诉她 父母也没有告诉她 陈磊也没有告诉她 为什么那户人家 愿意出那么高的财力 去娶一个媳妇 分明他们家并不附说 相反 在另一个小镇上 还有些穷 新郎官是那户人家的大儿子 没有人告诉林小珍 他们统一地闭上了罪 默认了这户人家 花了这么多的财力 就可以让三个儿子 娶上一个媳妇 大概娶这个媳妇 耗尽了这个家所有的能力 于是他们大张旗鼓地 请司令八香 去喝喜酒 感慨 终于有个女人 可以传宗接代 陈磊也混迹在宾客之中 没有人会在大喜的日子 将客人们赶出去 况且小镇上 大家都算亲朋好友 就当 他是去喝杯喜酒而已 乡亲们喝得醉醺醺的 稍微闹了闹洞房 也就把西昆之夜 留给了同样 醉醺醺的新郎官 新郎官三十出头 洞房花竹叶 伸手要去扒 林小珍的衣服时 忽然闷哼一声 然后 咚的一下到地 林小珍睁眼就看到 年轻的男人 拿着一把短刃 手还握在板上 陈磊一把 捂住西郎官的嘴 直到确定地上的男人 不可能发出呼救声 才拉着一脸 不知所措的林小珍 跳着窗跑了 林小珍脑子里一片空白 只知道陈磊为了他捅了人 一时之间 什么清理现象 什么毁尸灭迹 什么自首都没想到 只能愣愣地跟着陈磊跑 陈磊脑子却十分清醒 边跑 边庆幸这家人 到底没有丧心聘狂的 西郡叶就几个兄弟 共同享用新娘子 一边庆幸他们家 装修破漏 床户上没有栏杆 不然从正门进去 捅人啊 那就更难了 西郎官到底没死 只是被痛晕了 且半夜就被发现了 也不知道 是该说西郎官走运 还是说陈磊走运 为什么他是半夜被发现 而不是次日才被发现 那也就说不准 为什么西郎官两个弟弟 要在半夜时分推门 进到那个破漏的婚房了 陈磊不知道是上哪儿 搞来了一辆破摩的车 秃秃秃的 把林小珍送到了 十分远的一个 较为发达的城市 他身上还有干掉的血迹 一路上在夜风中 泛着浓重的铁锈味 竟然送到城里的一个车站 他将身上那个 有些残破的小包 递给林小珍 作为一个不学无术的混混 他难得的如此冷静交代事情 陈磊抱住泪流满面的他 用力将他搂在怀里 包里有块一千块钱 你明天买最早的车票 跑得远远的 不要再回来了 林小珍哭得喘不过气来 但还不忘摇头 不行 那你怎么办 陈磊安抚着我来问他的额头 我不能跟你走 珍珍 警察会来找我的 林小珍闹着要和他一起自首 又闹着要和他一起逃跑 被他冷静的一一否决 珍珍 你听我说 我捅了他 就是为了带你出来 你跟我去自首 那我做的事就没有意义了 而且刀上有我的指纹 跑了也没用的 珍珍 你听话 乖乖去一个地方等我 我去自首 警察会给我捡刑的 等我出来 我再去找你好吗 你要是想知道我的消息 就打电话给吴哥 我把他家的电话 写在你包里的北极本上了 他是我的铁兄弟 不会出卖你的 但是你也不要告诉他你在哪 想知道我的消息 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他叙叙叨叨的交代了事情 把一切感性 一切冲动压制脑后 这时林小珍才意识到 陈磊根本不是激情商人 早在那时 他摸着他的头 坚定地对他说 我会救你时 早已开始规划了这个行动 待到天快亮了 陈磊知道林小珍 不会愿意 他看着他离开 于是又骑上了那辆 破摩托车 又回到了小镇去 他们留给彼此的 就是那天 木灰色清晨中 一个泪流满面 却没有回头的背影 老板娘讲到这儿 忽然停住了 因为她丈夫送孩子上完学 去菜市场买完菜回来了 我和老板打了个招呼 缠着老板娘 那后来呢 老板娘充丈夫温和地笑了笑 然后继续和我聊天 她说呀 后来呀 我来到这座城市 一开始给人洗头 后来做过很多工作 在饭馆里做过服务员 也在厂里做过纺织工人 我再也没回小镇 陈磊的消息 都都是通过她的那位朋友 告诉我的 她被判了六年 表现良好 还减刑了 后来她出狱时 我也不敢去接她 生怕被家里人发现了 又把我抓回去 于是只能等她出来了 让她来找我 那会儿她在牢里 剃了个寸头 见她时 我还差点笑了 哪儿还像个混混呢 我呢 也没有攒多少钱 我们只能一起打工 一起租房 后来攒了些钱 就开始自己做生意 到现在 也能 租下这个小店了 在这卖文具 虽然中间 因为没有身份证 也没有户口保 有很多麻烦 不过 那都过去了 我们现在生活挺好的 我是个知足的人 能不被作为一件商品 摆在架子上卖 活着都是为了自己 我就很满足了 况且现在过得 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 我当然觉得很幸福 我侧头去看文具店里的老板 现在还不是高峰期 老板在店里将货物摆整齐 男人并不帅 人到中年呢 也有些发福 对着顾客都是笑笑的 眯起着眼睛特别和蔼 很难想象 曾经这个男人那么阴逸 甚至为自己的爱人 披上勇趣 去触碰法律 我此时才明白 不是所有的灰姑娘 最后都会变成王妃 她们从泥泞中来 其实很难走出 十分玛丽苏的情节 成为都市女强人 或是某个霸道总裁的 长中宝 真的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她们所努力的 不过是摆脱泥泞 走在阳光下 单纯的活着 为自己活着 但这已经很好了 不是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